杭州的小吴姑娘反映 在饭店用餐时 不小心落下了一只苹果手机 几经周折联系上 疑似捡走手机的人 可对方先不提怎么归还 而是发了一个微信收款码 以及类似警匪谍战片的街头方式 这是27号晚上 然后我跟朋友来东大方这边吃晚饭 然后那天晚上丢了手机 然后因为这个手机呢 就是说现在可能也不是 是值很多钱了 但是呢里面有一些照片啊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信息 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小吴当晚去的是东大方 杭州苏伯尔大厦店 意识到手机落在了洗手间之后 他跟店家一起报了警 并查了监控 发现当时只有三个人 出入过洗手间 而最有可能捡到手机的 是饭店的一名兼职生 当时饭店的人员 也是认为是兼职生 因为其他两个 就是在监控里出现的人 都还在店内 甚至我自己已经问过他们了 就很客气地有询问过他们 是否有看到我的手机 但只有他是离开饭店 并且后面饭店联系他 说愿意帮他报销打车费 让他回来协助调查一下 这个手机的事情 不愿意 后面直接拒接 小吴后来加了对方微信 表示只要送还手机 他愿意不追究责任 并支付一定感谢费 对方发来了iPhone 12 Pro手机的 二手价格截图 以及收款二维码 还说手机现在不在我这里 但是我可以考虑让你拿到 会有人给你快递到家 或者放到附近的超市储物柜里 我就觉得这个人 是不是警匪偏看多了 放在超市 如果一打开柜子是空的呢 他把我微信删了呢 而且我说我愿意 跟他当面去交易这个事情 他说他直接跟我说 他怕我到时候带警察去 他说你带警察来 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是正当交易 他跟我说正当交易 他拿了我的东西 不愿意归还 还跟我谈交易 他聊天记录当中 他说他已经咨询过法律了 他说他不违法 而且他说警察有证据 他早就来抓他了 然后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我拿他没办法的样子 从两人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 沟通并不愉快 尤其是一句 哈哈快让警察来抓我 激怒了小吴 他就有一种 我拿你的手机 你没办法找警察抓我 你拿我没办法的那种感觉 甚至在挑衅我之类的 其实他这里面是没有直接承认 自己拿了你的手机 但是他都已经说了 他说他可以把手机 放在某个某个地方让我去拿 说明他是知道 这个手机在哪里的吗 他不是让我转钱吗 我说我没办法确定 这个手机在哪里 我怎么转这个钱 它上面已经形容出 我的屏保了 确实是你的屏保 对 就是我那个屏保 小吴介绍 手机屏保是一位外国男演员 在病床上的剧照 这个设计十分小众 既然对方能准确描述出来 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小吴再次来到饭店 希望店家帮忙协调一下 中间我给他发了很多转信 他也是不予给我回复的 他没有来过的 没有过的 对 他总共在这儿 干了两个多小时 这就走掉了 那他说他身体不舒服 他们一般的都是干多久呢 一般的话要看我们这边运营 忙与不忙 那他提前走了那天 跟你们打招呼就直接可以 对 打招呼 对 因为那天也不忙 然后他说我可能不太舒服 我今天先走可不可以 杜店长介绍 饭店临时出现用工缺口时 才会让第三方劳务公司 派遣兼职生过来干活 属于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性质 除了手机号码 饭店不掌握其他信息 那他那边给到的说法 就是说因为他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也是小时工 只上了四个小时的班 所以他那边也没有 就是给到一个员工的 一个基本的信息 一个备案 那不对啊 你们是餐饮企业 你们既然用工 哪怕是第三方给你们的 这个员工的一些健康证 他的那个相关的身份信息 这些基本的身份证号码 是你们应该有的呀 这个第三方他是需要就是 那个确认了之后 才能给到我们这里的 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去调取 就是他个人信息啊 这种东西的话 那只能民警那边去调取 线上记者也尝试联系对方 电话无人接听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 后来也跟他联系过 记者又发去短信 表明了身份和来意 截至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就在小吴一筹莫展的时候 杭州长河派出所的民警 正好再次来到饭店 调查小吴反应的情况 警方的介入 能够帮助他找回手机吗 来饭店调查的民警 也是来核实那位兼职生信息的 小吴随后来到杭州滨江的 长河派出所 报案大厅的民警了解情况后 拨打对方电话 这一次接通了 喂 长河派出所 小吴向民警展示了 跟对方的聊天记录 介绍了3月27号 报案后的进展 民警仔细看了对方的表述 他够不成其他的 为什么够不成其他的 这个是 他是捡到的 他是属于不当得利 需要到法院直接起诉的 可是他占我要钱了呀 你也看到聊天记录当中 他后面一直都是挑衅我 为什么拿来别的东西不归还 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对此 浙江风国律师事务所的 陈松涛律师介绍 根据民法典第122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受损失的人 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如果捡到手机的人 执意不归还 涉嫌触犯相关法律 但因为小吴一事的 iPhone 12 Pro Max手机 价值不足2万元 所以需要小吴进行自诉 而不是公安机关介入 进行公诉 只能构成民事上的 一个不当得利 就是他捡了不应该 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然后现在已经有人找上门了 要你归还你不归还 这是民事上的责任 行事上的责任 根据刚才我说的 他的标准还没到 他的金额不够 要2万元以上 才能构成那个侵占罪 3月31号下午 小吴向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要求对方归还手机 就在第二天一早 记着再次接到小吴的电话 说自己已经掌握了 对方的行踪 并拨打了110 记着赶到虎兵一带时 辖区民警已经到达了现场 我朋友通知我 他可能今天会在这边兼职 然后我想来碰他呢 看到他了吗 你见到认识吗 认识 我昨天去法院立案了 那怎么今天还是想到 一定要报警 要来找这个女的 因为我还是想要 在手机拿到之前 资料没有消除 因为手机说实话 真的已经用了很久了 卖不了几个钱了 但是这个里面的东西 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然后还是想要 拿到手机嘛 他如果愿意交出来 其实我是愿意 他如果真的愿意 把手机拿出来 就是当做没事发生一样 我不追究他责任了 小吴说 已经通过法院 调取了相关信息 在民警的陪同下 小吴终于在商场里 见到了对方 他拿了我手机 然后拿了我手机 然后不愿意归还 甚至向我敲诈 勒索 小姐您贵姓啊 我姓王 这是小吴和王女士的 第一次碰面 关于小吴的手机 王女士会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这个小姐说的这个事情 是有这么回事吗 没有的事情 是因为她去上了洗手间之后 她查了监控 就大概有几个人 因为我那天去到那个地方 去干监职 所以她知道 就是店里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知道吧 所以她一直在联系 一直在骚扰我 双方随民警来到了杭州上城区 胡滨派出所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 小吴表示不能接受 我的聊天记录当中 从来没有说过我的手机型号 但是呢 他直接发了我手机型号的 二手的价格给我 那她的那个聊天记录是她的吗 是她 微信是她的 她刚刚已经跟派错承认了 就是她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呀 那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怎么回事 一直打电话给我 说要给我赔偿金啊 那我就想那 有的白要不想要一下 就是想占个便宜 没别的 我就说了让法律来制裁我 不要总是各种的 在这里轰炸我 我也觉得烦了 现在我也不想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由于聊天记录中 王女士只是把转账码给了小吴 没有收到钱 所以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时 王女士把记者叫到了身边 我要是拿了她手机 我自以为她搞成这样 我说 那没她手机的话 你怎么知道她手机的那个平方 我在那上班 你说我有没有机会看到 那你什么时候看到她平方的 我还要拿五个 那算不给你吃 我成绩 我成绩有个事情啊 没事 黑红也是红 我上班我也红了 我马上带过的 现在都已经到派所了 但是她一直不承认 先擦擦眼睛 我感觉很委屈 我能不委屈吗 就明明我知道谁拿的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吴遗失手机的地点 是在洗手间 现有的监控 还无法直接证明 是谁拿走了手机 对于这个情况 律师也进行了分析 根据目前这个监控 看到这个前后的 走出来的时间 还有尤其是这个师主 跟这个员工之间的 一个微信聊天的 一个记录来看 那初步从明示证据来讲 是足以判断 她这个东西 是这个人拿走的 从这一次面对面 交涉的情况来看 双方已经无法再 顺利沟通下去了 陈律师认为 小吴在起诉的同时 还可以要求 王女士工作的饭店 进行介入 即便王女士属于 第三方公司 派遣到饭店的临时工 饭店作为企业管理方 也应该履行 对雇员的管理责任 管理上我们肯定 招募一个员工过来 我们对他的培训方面 肯定是不够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你捡到别人的东西 然后我拘不归还 这是属于 个人道德上的问题 我们对员工程 只能向正向善去引导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没有 执法权令 捡了东西不归还 不是仅仅是一个 个人的私德问题 因为它是身份 是一个店里面 一个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 从业人员 在你自己的服务场所 捡到东西 你就应该上交 这是基本的一个职业道德 不是说你自己 捡了可以拿走 所以这个我觉得 店家的说法不成立的 它是有个管理责任 在派出所门口 小吴拨打了 饭店店长的电话 你要么位置 你发我一个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只能就是 引导他拿给还给你 这样子 董事长 我是那个1828黄警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这个员工 他现在不承认 自己拿了手机 但是只承认自己 对你们的顾客 进行了这种 就是要钱的话 那你们会怎么处理 这个的话 是要第三方那边 对他处理 因为他不是我的员工 你管不了这个事情是吗 不是我管不了这个事情 因为他在我目前 在我手上 只有四个小时的工资 没有支付他 其他方面的话 我没有办法约束他呀 那反正人这个人 现在我们是没有在用了 小吴表示 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此事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